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謝老師 那我們今天要進行的單元是 輸入元件的原理及使用 那我們會延續一個上一台的課程 上禮拜我們已經幫同學 講解了關於控制器到輸出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自動器的部分 那這個禮拜我們要開始把 輸入的部分加上去 讓它成為一個完整的控制系統 那也會成為我們 第一次課程的時候跟同學講到一個 標準的機器人的各個架構 那我們來這邊 這一個PPT上面 各位同學會看到有兩個新的名字 一個叫做開迴路的控制系統 然後另外一個叫避迴路的控制系統 然後接下來的課程 我們會按照這樣的順序先強解開迴路 還有避迴路 這兩種控制系統 不過這個時候 各位同學先把名字稍微有一點概念就好 那至於裡面的細節 在之後的課程 我會再跟同學做說明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關於輸入到控制器的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這一節課 這一個單元裡面 談的都是關於輸入到控制器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先來練習一個組織 就是控制LED燈的 然後在上一次的課程裡面 我們已經使用一個 Delay的這個指令 然後來控制LED燈的 明滅 就用Delay的 時間長短 去改變 Delay的頻率 那個讓明滅的效果 產生變化 然後我們這一節課呢 接下來用輸入 就是我們會找一個感測器 然後用這個感測器呢 然後當作開關 然後我們來控制一個LED燈的明滅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那 這裡是我們待會會使用到的 積木的指令 然後上一節課我們使用的是設置數位角 就是關於輸出的部分 然後在這一節課呢 我們使用的是 數位營角 然後當各位同學如果將滑鼠移到積木的時候 你把它放在上方 它會出現它的說明 它的說明就是讀取結角的數位值 它就會把它所 讀到的資訊 透過接角 傳遞給控制器 所以這個部分是屬於輸入的部分 數位營角是屬於輸入的這一個控制器 好 那我們剛剛說說我們是要拿一顆 感測器啊 然後拿來幫助開關使用 然後我們 現在選用的這個感測器呢 稱為紅外線感測器 然後這個紅外線感測器呢 它比較完整的說 的名稱啊 我們稱之為紅外線 循跡感測器 那因為在之後的自走車的課程 會使用這一顆 當作循跡的時候使用 那 不過在我們現在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我們馬上做一個開關 那我們首先先來說明一下這個紅外線感測器 怎麼使用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樣 那 顧名思義啊 它會發出紅外線 那紅外線就是 人的視覺看不到以外的 顏色的光線 我們稱為紅外線 那這有 兩個像LED的 樣子的東西啊 其中有一顆會發射出 紅外線 打出去之後呢 一到障礙物 它會反射 然後這個反射呢 會跟障礙物的反射率 有關 就比如說如果是白色 它反射的光線就比較多 如果是黑色呢 它黑色會 吸收部分的光線 所以 紅外線接收的 這一個 部分 就會變閃 所以它透過這種反射的效 它的 反射光的 效率不同 所以讓它得到不同 光線的 讀取的 讀值 所以 那這個時候啊 它剛才說明的 圓的 方式啊 它是比較 在 紅外線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要選用哪一顆感受器 當作開關 我們選用的是這一顆 這一個 紅外線 循跡感測器 那這一顆紅外線 循跡感測器 我們 之後的課程會放在自走測試 那我們 為了先了解它 放在前面的課程 當作開關來使用 那首先我們先來說明一下這一顆 紅外線 循跡感測器 這邊有兩顆 長得像LVD的東西啊 它其實 一顆是負責發射紅外線 一顆是負責 接收紅外線 所以當我一顆 打出去紅外線 避到障礙物 它會反射回來 然後它反射的量呢 跟這個障礙物的 反射率有關 所以如果它是白色的話 因為它反射 光能力比較好 所以接收的光的量 就會變多一點 那如果是黑色的話 因為黑色會使光線 所以它的反射率就會變差 所以就透過 障礙物的顏色不同 反射率不同 在接收這邊 不一樣 這是在做紅外線 循跡感測器的時候 會這樣使用 那我們這一節課裡面呢 要把它當作開關來用 所以 只要你手靠近的時候 因為它有反射 它會得到一個讀書 那你收遠離的時候 它光線打出去之後 它沒有東西 可以穿過反射 所以這一個紅外線 跟接收器 它幾乎都 接收不到任何的光線 所以它可以 圖出兩種不同狀態的文章 那我們就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 來 當作開關使用 好 那首先我們接下來 來看一下 了解原影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接線要怎麼接 那 在寫程式之前 一定要會接線 因為我們的電子零件要把它連線到控制器上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線接上去 那在接線的時候 要先跟同學說 幾個概念 第一個就是 只要是電路 它就必須要有電 沒有電的話 它就不能工作 第二個 雖然有了電之後 第二個它一定有負載 它一定要 不能直接電源出去 直接回來 那這樣就稱之為短 那也不對 所以只要有電源 它一定會搭配一個 負載 然後 有負載之後呢 這兩個 物件中間就會有接線 讓它形成的回路 變得會腦通 所以待會在上課的時候啊 我們在接線的時候 只要有電源 有接 會有一個負值 它就相當於電源的正極 和負極 就是電源的正端出發 它通過一個 負載 然後再負載 再連回電源 它會成一個 倒通的狀態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使用的這個紅外線感測器啊 要讓它先接線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邊板子上面有寫 它總共有四支角 那 剛才講的電源就是要給 這一個 我們把這個時候把紅外線感測模組 當作是一個 它是一個負載 所以它必須要有 電源供電給它 那供電的這兩隻角就是VCC跟GND 負責 接受到電源 然後這個是一個感測器模組 所以它會有訊號要傳遞給 我們的 控制器 所以它一定會有接角接出來 那我們選擇這一個紅外線感測器啊 它比較特別的是它有兩組輸出 其中一組輸出呢 就是BO 它是屬於Digital Output 就是數位角的輸出 然後另外一隻角叫AOR Anology Output 這是類比的輸出 所以它有兩種輸出 那當然我們在先使用的時候我們先做數位的部分 不過接線的時候我們會同時先把兩組接角先接上去 好 那接下來待會要使用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Node的密集圖要直接接線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我們會把我們接下來的課程會使用到了一個擴張板 叫做馬達擴張板這個板子拿出來使用 那 這個顧名思義喔 這個擴張板它有另外一個比較 比較多的用途是拿來當作一個馬達 驅動馬達使用的一個 功能的驅動板 那 我們現在 關於這一個驅動板的細節之後我們再來講 那我們現在先使用它這邊的銀角 可以使用的這邊的角 切出來的這些角位來先說說明 那 那這裡總共有三排 喔 我畫橘色的這一排 它是屬於訊號端 所以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D D 這邊有一個0 那是 D0的角位 然後這邊一個1叫 D1 D2 D3 D4 D5 D6 D6 那這一排的 負責做 接角的 Io動作 所以在上一節課程的時候我們聽到一個叫GP 就通用的輸出輸入的接角用 那這一整排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下面這邊呢 我們會有提供它的正級跟負級的電源 所以這一整排就是正電 然後這一排就是接地 那所以剛才這個課程裡面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 同外線感受器的VCC呢 跟GND呢 它就直接接到它的電源跟 它的電源的副端 就是接地的意思 然後 另外一個訊號端 其中一隻腳會挑 D6這裡腳回去接它 然後這裡順便 看到這個擴張板 我們順便提醒各位同學一件事情 因為擴張板這些 接角接出來的時候有時候同學不小心會碰撞它 接角可能會歪掉 所以 正常來講這些接角應該是要垂直往上 而且每一隻接角不會 彼此到接觸的狀態 所以當同學發現你這一個 馬達驅動板上面的腳位啊 它歪掉 其中兩隻腳 剛好不小心碰觸到了 那你可以稍微用尖嘴前把它 巧正一點 所以以我們這一張 馬達驅動板 你可以看這一個 第一零這個腳位 這零的下面這個腳位 我們就第一零這個腳位 這個就有點歪掉 所以同學就可以打 用 尖嘴前 把它扳直 好 那接下來呢 馬達驅動板要用的話 我們還是要合上控制板 所以待會要請同學把控制板拿出來 就這一塊 Node 迷奇誘的控制板 我們要把它合上去 那把它裝上去的時候 注意啊 我們要看 對 這兩個 天線符號的這兩個部分 我們要把它 相對 所以待會這個腳位 這一 在做接合的時候啊 這兩個天線是在同一邊 然後 再壓進去這一個馬達擴張板的時候啊 要注意一下 這板子跟 Node的MCU這塊板子跟馬達驅動板這兩塊板子要平行 我們要平平的把它往下壓 如果沒有平行的話 它到一半就會卡住 如果卡住的時候 千萬不要亂 再用力壓 只能再把它重新鬆脫開啦 再重新平行的壓入 壓入的時候 注意它是平整 這才是正確的 好 介紹完馬達擴張板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把它做接線 那為什麼要使用這個擴張板 因為在使用 這些 感測器模組的時候啊 感測器模組必須要額外供電 額外供電的話 如果只使用 NodeMCU這塊板子 它的正極跟負極的 接角數其實不多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外接很多極的感測器模組 所以我才會需要這一種 擴張板 可以把它的正極跟負極 額外的拉出來 好 所以待會在接線的時候 擴張板提起來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在開始做接線動作的時候 跟同學提起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 如果你要接線的時候 電源 不必斷電 一定要在斷電的情況去做接線 因為在操作的過程裡面 千萬不要偷懷 因為你很多同學說 沒有我關係 我覺得一下子就好 對 就在那一下子 只要正極跟負極不小心有接觸到 短路到 電路板就燒掉了 所以請同學務必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使用這種板子 其實它 如果你操作不正常的話 其實它蠻容易燒掉 因為它沒有額外的馬路機制 所以在操作的時候 一定要按照 一些規矩來使用 所以第一個如果你要接線的時候 其實務必要注意 電源一定要 做斷電的 處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紅外線感測器上面 它有 四個 接點 第一個就VCC 跟GND 剛才有提過 VCC就給它接在中間這一旁 是主力電源的部分 然後GND接在最外面的這邊 最外面的這邊 它是屬於GND 接地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 這有一個DO Digital Output 感測器模組的Digital Output 這一個接腳 我們給它接在D6 D6 D6這個腳位 然後最後面有一個 AO AO這隻腳 這是我們原本應該是要接在AO 但是呢因為 這一個馬達驅動板 它有做了一個特殊的處理 那這個處理方式之後我們再解釋 請同學不要接在AO 要接在A B 就是比較靠內側這邊 不是外面的這個AO 是接在A B 好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接下來會說明 那我們先把4個線 先把它這樣做組裝 好 那裝好之後呢 同學先試著先做這個動作 然後請同學要注意喔 電源一定要關掉 不可以 斷電的情況做接線 好 給同學一點時間 好 那你已經接好了之後呢 要開始做送電錢 要請同學要注意這件事情 只要 接完接線 之後啊 請同學務必要再三的確認 接線是否正常 那這裡再三啊 不是請你做三次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想法錯 再做三次還是錯 所以請你要做 再找三個人 幫你做確認 你的 接線有沒有錯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 接錯了 要去燒掉 所以對送電這件事情 希望同學 心存敬畏 要注意 我的板子再多都不夠殺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前三個同學要幫你檢查一下 好 我們剛才的接線完成之後呢 那我們跟眼睛確認一下 印象上的接線是否完成 那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確認訊息 不知道Node很喜歡 那我們要做 接下來的動作 那我們就是 紅外線 一定透過杜棒線 跟NodeNQ做連接 然後 待會 要把NodeNQ讀到的資料 傳給電腦 透過序列 序列訊情的方式 丟給電腦 然後電腦做 顯示的動作 給你看 那我們到桌面上 開啟我們之前下載的一個 Agrino的資料夾 然後點擊進去 然後我們 點開這一個 Agrino的 這個應用程式 開啟 開啟 需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它的開啟需要花一點時間 我們稍微狂擔一下 那之前有跟同學講過 Agrino本身它也可以用文字的 程式書選 就像現在這個狀態 不過 如果我們這一隻一個 拿來做 Agrino的這個 Agrino的這個 ID 在使用的時候 我經驗會發現 它好像 操作 Agrino的 稍微不太正常 會建議各位同學 跟它在這個環境 超過這件事情 好 純粹只使用它的 移目就好 然後我們再點選 Agrino ESP 這裡 然後我們點選 然後把它放大 看一下 好 那因為待會操作的時候 先把它放大 好來看一下這邊 那我們把剛才指令再重新再打一次 因為要把 NodeMCU的資料做傳遞給電腦 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個 通訊的指令 然後我們點選這個 Serial Printer 把它點選 把它這邊 然後再點選的時候啊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剛才接線是接在 數位接角 6 D 6 所以我們要 數位影角拉出來 就把D6 點這個打三角形 選擇D6 這一隻腳位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它 要 做組裝啊 但是你會發現 因為裝不上去 為什麼 因為它是形狀不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轉接頭 所以我們到通訊這邊去找一下 樣子是一樣 選擇一個連接 把它放進去 那 好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 裝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把資料做上傳的動作 那 我們 把它分開來看 好 我們用定例的方式讓方便同學大家有查理 看操作的過程 那 記得 當要上傳資料 進到 Node RCU的時候 記得USB線要做連線的動作 那我先做一隻錯誤的給同學看 我們先做一個錯誤的給同學看 假設我們點選工具 選擇開發板 然後序列庫 你看 我們還沒有接線的時候 這裡幾乎是反賣 它沒有任何的接角 它是沒有任何的那個攤破會出現 代表他們沒有做連線的動作 所以 我這個時候呢 把USB線插進去 然後再重新點選工具 就一個序列 負的號碼就會出來 就是TOM3 那代表我們已經有做連線了 那你 切完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Adreno的這個IDE的右下角 它其實會把那個 狀態做呈現 就是板子的 型號跟你連接的 TOM4數都會出現在這邊 那 切完你就會把這個資料做上傳 他上傳的時候 他要你做 存檔動作 那這個存檔的檔案是 Adreno的檔案 這ino的 格式 那跟我們這一個 Addublock 這一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 同學喜歡這個程式的 記得如果你要把這個程式 的話 一定要在Addublock ESP的 這個環境 進行做 存檔的動作 好 上傳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一下 我們用Cereal Morning 去讀取 我們的狀態 那你會看到 Message 1 那我們來看一下 拿出一個畫面來看一下 對照來看一下 當我的手去靠近 紅外線感測器的時候 我們會讀到一個 讀指示0 當我放開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一個 讀指示1 好 那我們就透過這樣的狀態去 判讀我們的手 是否有靠近紅外線感測器 來做 判讀 同學試的接線 然後把程式上傳上去試的看看 看你的NodeNCU的訊息 不能正確地丟到 NodeNCU上面 請同學 動手試試看 然後把程式上傳上去試的看看 沒錯 拍檔 那當各位同學完成了剛才的程式上傳的時候 我們再來回憶一下 然後稍微記一下 就是 我們在操作的過程裡面 當我們有反射訊的時候接近的時候有反射物的時候D0是落上來的 還記得嗎 對 它是D0 那如果我的手指頭遠離的時候就沒有反射物的時候D0 待會我們就要利用這兩個東西來進行接下來的程式 使用 怎麼去做接下來要做的判斷後退 那 假設 萬一剛才在操作的過程同學的結果是 不是這樣子 可能連動都不會動 那我們要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事實上在做 這一種 機器人的課程裡面 做簡單的排錯工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要自己能夠 解決一些 把出錯的時候的情況 你到底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做 那我先跟同學講一個基本的方式 叫做A-B-Tester 那什麼叫A-B-Tester呢 在置領課前 在上一次的課程也有提過 那這次再跟同學做一下複習 我們首先先把線路 拿出來 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這裡總共有幾個環節 就是範圍有感測器 感測器的訊息 的資料是透過都方線傳給 NOTE NCU NOTE NCU 再透過USD線傳給電燈 所以 如果在A-B-Tester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做呢 我們就會 把 找一個同學 他的 零件 在操作完的結果是好 那我們錯 我們不知道錯哪邊 我們就一個一個換來試試看 比如說 先從紅外線感測器去換 然後換 杜邦先 換NOTE NCU 一個一個去換 當然這種方式雖然有點笨 但是事實上大家做 電子 零件的操作的時候 也很常使用到這一招 因為他還蠻快 當然除了這一種 換東西的方法之外 沒有其他方法 當然是有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可以用電路檢測方式 我們有一個三樣電表 我們可以看一下三樣電表 總共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有兩種 比較常見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個是量電壓 那在NOTE NCU裡面 電壓是3.3 所以我們可以把 三樣電表 檔位放在 DC的 20這邊 DC 16電壓這邊 那在操作這個部分的時候 記得 碳棒的接線位置要確定是正確的 紅色的碳棒要接在電壓 電壓 還有 電阻這個檔位上 那黑色的碳棒會接在 共同的接點 然後一般的三樣電表還有一個講 檔位是要量大電力的時候使用 這個地方他們都用不到 因為我們量電壓的部分比較多 好 檔位正確 接線正確 我們就可以把 碳棒 放在 紅外線感測器上面的正極的負值 然後在通電的情況去量測它 是不是能量測到一個電壓 那如果按照我們的 PVT上面這個 代表它是有電 電源正常供電源 那電源供電給 Node等於 紅外線感測器的時候 代表電源是正常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電源正常會有供電給你 那接下來 訊號線沒有過去 那訊號線沒有過去 訊號線要怎麼量測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用歐姆檔 一個導線也沒有接通的時候 比較常識 是歐姆檔 所以請同學 可以把 三用電表 轉到 電阻檔位 我們一定會放到最小的檔位那邊 因為它同時會出現一個 風靡器 風靡器的符號是什麼意思呢 萬一是短路的時候 風靡器就會發出聲音 那使用歐姆檔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時候請同學 務必要把電源移除 為什麼 因為量歐姆檔的時候 不可以蓋電 不可以有電源 所以請同學把 烘棒 這個時候 電阻就沒有所謂的證明 你就可以直接把烘棒 一端放在 Digitalout 這裡 然後另外一端 可以直接到 D6這個角 那D6的角色 你可以量 因為這個時候你要量 馬達驅動板上 量不到 你只能量 Node 上面那個D6 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 D6那個檔位 紅色探望這個位置 去量去 能不能 量到 短路的聲音 你會聽到一個短路的聲音 就代表 他們兩個是導通的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確認訊號是 通過去 然後這是屬於 硬體接線的部分 檢測方式 好 我們剛才的課程裡面 已經確認紅外線感測模組的訊號 可以接到 Node的記錄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進行下一個結構 就開始 把它當作開關 然後我們要來控制LED燈的明明 那 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再複習一下 我們的輸入的部分是紅外線感測器 已經做訊號被傳遞給入 控制器 那我們也經過電腦做完確認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訊息丟給控制器 然後做判斷 那判斷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 Digital Write 輸出的部分 數位輸出的部分 去 去動我們的電 LED燈做亮的動作 好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要進行 這一次課程裡面的 新的部分 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選擇結構 就做if的判斷 我們在做if的判斷的時候 我們 這邊這個流程組 我們先說明一下 在if這邊會有一個條件 我們會去做判斷 如果他成立的話 我們就說 True的這一邊 他就是執行 如果不成立就False 我們就會從 否則執行 這邊去做進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Adu Block 這個題目 就是這樣子 他會這邊先做條件滿足 在這邊我會填入一個條件 如果他是True的時候 他就會執行 然後執行 這一塊 如果是False的話 我們就 否則執行 就否則執行這一塊 他的書寫方式 是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透過 第六隻腳去做判斷 就用第六隻腳去做判斷 那這個時候同學如果學過西語的話 你會覺得 咦 為什麼他的條件 滿足 這個地方他沒有一個 名叫釋出 就是大於多少 小於多少 為什麼他直接把銀角放進去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在我們的 數位電路裡面 或在做這種控制 方面的時候 會有一個 資料形態 我們稱為 我們的數位狀態 其實就是一個 不靈的一個資料形態 為什麼 因為他只有兩種狀態 0跟1 數位銀角那只有0跟1 他其實就是一個 資料類型 那資料類型在後面的課程我們會再談 那我們現在先同學可以建議一個概念 其實數位銀角 他所得到的數字 是0跟1 他是屬於一種 不靈 的 不靈 0跟1呢 他是屬於一種不靈的資料形態 那同時呢 不靈的資料形態裡面 他的0 代表FALSE 代表不成立 他在數位的訊號裡面 他又代表 低電壓的狀態 那如果是1呢 代表True 代表成立 就是 數位訊號的 高電壓 是HIGH 就因為這樣子 我們在附加這邊 我們在做if的判斷的時候 如果是True 他就會執行 第一個 然後執行這個區塊 如果是FALSE 他會執行下一個 否則執行的區塊 那 因為我們的 數位銀角的資料 數位銀角的所讀取的資料 他是一種不靈 所以當他是0的時候呢 代表他是FALSE 他就會執行 否則執行這一塊 如果他是數位銀角所讀到的數字 是1的話 那代表True 他就會執行 這個區塊 所以這裡的使用的時候 在接下來課程 我們很常會直接把數位銀角所讀取來的資料 然後來進行判斷他是0 還是1 同時代表他是FALSE 跟True的這種用法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把程式的選擇結構 幫我們剛才所觀察到的東西代見 就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先做感測器的 讀取資料 那讀取資料的時候就是我們手移過去的時候 當手 移過去的時候他會感測到有障礙物 有障礙物的時候我們所讀取的資料是0 然後他就會做亮燈的動作 然後這邊要跟同學提醒一下 在NodeNH5裡面 他是低態動作 所以如果你要亮燈的話 你必須要 做輸出露的動作 他才會亮 那反之呢 另外一邊 當我們的手移 移開的時候 就把他挪開的時候 你就發現他讀到的讀者是1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做滅燈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我們在做if的時候 我們就判斷 Digital 我們會做判斷的動作 我們會去監測 D6的假位 資料量 那D行裡面的 True 我們就會執行滅燈 所以在這一行 因為 E代表成立 E代表成立 手移開的時候為E 所以我要滅燈 所以你看這邊 D6的假位DR 設置數位假 D4 他為high 那為high的話 滅燈 就是滅燈 什麼意思 他就關了 因為他是低態動作 那如果他是為0 代表FALSE 他會執行亮燈的狀態 因為手接近的時候 我的讀取狀態會是0 所以他在 布林的 的資料形態裡面 他會 FALSE 他就會 亮燈 亮燈的時候 地帶動作 然後 給他 輸出為Long 好了 程式這樣 那同學可以試著操作看看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在红外线到NodeMQ这一块啊 之前使用的方式是所谓的数位讯息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导入类比讯息 同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针对电路的工作方式进行一些说明 那在进行这些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帮同学复习一些简单的基本电学概念 那我们方便我们后续的电路做说明 首先是欧姆定律 那这个欧姆定律啊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张图 在画图的时候 这张图跟左边这张图跟右边这张图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在画图的时候有时候会省略到VCC跟整个就是电源的正极跟负极的这条线 会把它省略掉 那为什么要省略掉 因为在电路上有时候 万一很多电源要同时画上去的时候是看起来会一点乱 所以我们习惯会用这种画法 所以可是事实上这边是代表一个电池的正极 这是电池的负极 其实他们还是会有档通的 所以先同学解释一下这个电路 那欧姆定律呢 它表示的是这个V等IR V等I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导体的两端的电压 会跟它从通过的电流成正比 那这个R呢 就是他们的比例系数 所以这称为欧姆定律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是我们这边会有两个品质 第一个叫电源 电源就比如说像这个就是电源 供给这个电压 这一个回路的正常工作的 这个我们称为电源 那它这边会有一个所谓的压降 就是当电流流过这一个电子的时候啊 它一样会得一个VR等I成R 那这个VR呢 就成为压降 所以这有两个名字 VCC指的是电子的电压 所以是所谓的电源电压 然后R呢 这边会有一个所谓的压降 因为会流进电流之后 会在这个电阻值上面产生一个电压的落差 所以我们称为压降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图 那第二张图我们称为分压电路 那在分压电路在我们接下来的课程里面 很常出现 那什么叫分压电路呢 那我们这两张图其实也是分压 这样画质上都会稍微熟悉一下 VCC 这代表电子的正极 然后这接地的这个代表 电子的负极 那其实他们是有打工的 那这一个是R2是一个电阻 那R1呢 这多了一个键 代表它是可以调整 所以它那么有电电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阻 那一个串联的回路里面 在这边这串联 所以它电流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R2所形成的压降 会等于I乘R2 在R1这边所形成的压降 等于I乘R1 所以这两个电压的压降 VR1和VR2 会等于I乘R1 以上I乘R2 所以因为它I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I删去之后 我们得到R1等于R2 所以在一个串联的 在一个串联的电路里面 他们两颗电阻的压降 会跟他们的电阻 直成正比 那什么意思呢 当这里的电阻变大的时候 R1的电阻越大 层民所分得的压降 会越多 当 这一个越小 R1越小 它所能分得的压降 就会变小 那这个电路在我们接下来 讨论的时候会很常见 所以先跟同学说明一下 一个分压电率 分压电率的这个概念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感测器 那在感测器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感测器 就是一个光明电阻 那光明电阻 其实它是会受到光线的照射 而改变它的电阻组 那就这一刻 它是一个电阻 然后两个箭头 直向它 代表照光点它的意思 那光明电阻 会因为光线的强弱 而改变它的电阻值 当光线音乐强的时候 它的电阻值就会变低 当光线越暗的时候 电阻值会越大 所以透过这个 就分压电源 就会看到 当我的光照射在这里的时候 这里的压降 就刚才刚提过这一个分压电源 这里的压降变化 会随着 这个电阻值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变动的电压值 就像这样子 是一个变动的电压值 那这个变动的电压值 那这个变动的电压值就是我们 如果它是变化 它会变动 所以我们称为它是一个类谱讯号 那我们刚才在上之前的课程里面 都会常常听到一个数位讯号 数位讯号就是 我们将这一个类比讯号 会丢给一个电压的比较器 去做比较 那这个电压的比较器 它会设定一个电压值 那这个电压值跟我们的类比讯号 去做比较 只要它大于多少 我们就当为它是正 当然它低于这一个比较值 它就是负 所以就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数位讯号 它透过一个电压比较器之后 它就会转换成数位讯号 然后进入到Node75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 我们就是谈到数位讯号 进到Node75 那下面这边 我们的类比讯号 一样还是可以送到Node75 那只不过它多做一个动作 叫ADC ADC 什么意思呢 就是analogy to Digital Convert 就是会将 类比的讯号 转换成数位的讯号 类比的讯号 转换成数位的讯号 它会有一个机制 那NodeNCU 只有一只脚文 做这个机制 就是A0那个脚文 在后面的课程 我们会再做说明 那怎么转换 一样的放到后面课程 就说明 好 讲完了光明电图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讲 红外线感测器模组 那我们现在手上使用的 这一颗红外线感测器 叫做 它的编号是TCRT5000的 这一颗红外线感测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电路 我们有把它简化过 稍微就我们这几个关键的零件来做说明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一管 这有一个红外线发光二锦 跟一个光明电竞 那这个红外线发射器呢 它会发射出红外线 然后打到墙壁之后 或障碍物之后 反射回来 然后光明电竞 就会因为这个红外线的强弱 然后改变它的状态 然后它改变的状态之后 会影响这里的低压输出 所以如果我还没有经过比较器之前 所输出的这个部分 我们当作类似讯号 因为它是一个连续性的电话 然后如果我在经过比较器呢 变压比较之后呢 会得到一个数位讯号 那这数位讯号就可以 给NodeN7 为了当作数位讯号实用 就是比较聚观的那个电路模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 我们把它拆解成两个部分来看看 那当红外线的发射器 红外线发光耳机发射出红外线之后 打到墙壁反射到光明电竞 光明电竞体 反正到这一颗光明电竞体的时候 它会产生动作 那这一颗光明电竞体 你个同学可以把它想到 它是一颗像水龙头的东西 然后这里的这一只脚 就是空下的这一只脚 应该把它想到它是一个水龙头的拔门 当我的光线越多 我的拔门就会越开 我所流通的电流量就会越高 所以反射过来的红外线的光的量 就会决定光明电竞体 通过电源的数量 所以我们在第三步就可以整理出一个 一个说法就是光增加的时候 电流就会跟着增加 那反射回来的光越少 那所流通的电流就会下降 所以在VO这里的电压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电路来做计算 所以VO就会等于VCC 就这里电于电压 减掉R2所通过的电压 所以ID乘以R2这个电压 就是等于VO这里的电压 所以如果以这个算式来看的时候 当我的光线增加 光线增加 电流增加 光线增加电流增加 它会造成什么事情呢 VCC是固定 R2也是固定 VO会怎样 它就会变小 所以当我的 红外线感测器 在针对反射率比较高的 比如说白色的时候 它会读到一个 VO会读到一个很低的电压值 那如果是黑色呢 它会怎样 它黑色就会反过 因为黑色的时候 它反射率很差 它几乎得不到什么光 那得不到光的时候 电流就会往下降 那电流往下降的时候呢 VO 就会几乎等VCC 所以它会得到一个 比较大的电压值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我们的读子 是不是从 跟我们的电路分析师一样 好 那这里读出来的 这一个就是类比讯号 那我们接下来看数位讯号 数位讯号它就要接过 接过来 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器 那比较器就是一个运状放大器 那比较器就是一个运状放大器 我们可以先把它想 理解成它是一个比较 变压大小的 元件 所以 这边有一个 可变电阻的符号 在我们的红外线感受器上面 也有一个可变阻的旋律 那这个要干嘛 我们用 调整这个可变电阻 可以 一样这也是一个分压 可变电阻 其实就可以拆成两颗 电阻的串流动作 那我们就可以 改变那个VR的状态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电压 那改变这个可变电阻的旋动 你可以改变不同的分压 之后 就改变这里的比较电压的电阻压值 所以 当 假设 假设 我们这里刚好是一半的时候 刚好在一半的时候 这里得到电压 他们电压 什么是二分之一VCC 我就以这里为基准值 来跟它做比较 当 我 从 红外线感受器这边 读过来的图值 这个类比的图值 如果它超过我们的 一半的VCC 的时候 它比它大 那代表什么 它就是正 所以它就得到嗨的电压 如果它这边 你所得到的这个图值 就 光明电阻 光明更正 就是 光明电基体 所出出的这个电压值 这边所出出来的图值 如果你小于二分之一的VCC 的话 它比它还小 你就得到一个负 它不是负 会得到一个零的图值 它得到零的图值 所以当 这边的V 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输出系统的正电压 就是它 嗨 如果这边 是负值比较大的时候 而不是我所读到这个正值的时候 我们就会输出系统的负电压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嗨跟low的变化 好 好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刚才 谈到这个可变电压 就是这个电路上 这一个可变电压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调整 这个可变电压 去取决 决定一下 我们要来做负负这个比较的电压 那这要干嘛呢 就可以决定 我们到底要多白 还是多黑 它才会输出为一 或者是零 就透过这里去处理 然后 这边 你可以看到两颗灯 还有异地灯 那 一颗是代表电源灯 就代表V7C跟GND有供电的时候 这颗灯会亮 然后另外这一颗呢 它叫做开关指示 代表什么意思呢 当它有反射物的时候 当它有反射物的时候 它就会亮 当它有反射物的时候 当它输出为漏的时候 这颗就会亮 那 这一个 什么时候会亮呢 可以透过这一个可变电阻去做调整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我们要来做一下试波器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课程呢 因为刚才的课程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数位啊类的 那这个样子 这个波形到底长得怎样 我们想要透过 NodeMCU的功能 去把它画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刚才我们已经能够回传数值 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样的波形 当然当然是可以 所以我们接下来课程 要教同学看看 我们怎么把数位跟类的波形作为产线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怎么使用 NodeMCU来做试波器 那最主要我们要用的功能 是在工具这边有一个序列绘图夹 我们要透过这个序列绘图夹 把波形画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把它画出来 首先我们到 这已经是我们刚刚已经读出来的 这一个讯息了 那我们就可以先把它放到旁边 我们只需要把V6这个角位图进来就好 那我们把这一个Serial Printer先把它放回去 然后我们一样在通讯这边 可以往下滑 我们看到一个Serial Palette Serial Palette 这一个就是序列绘 序列绘图夹的功能 那我们选择是Channel 1 把它放过去 那你会发现 一样 因为转接头刚才被我丢掉了 所以一样从通讯里面找出一个适合的 转接头 把它放上去 然后把它放回去 然后接下来呢 这样就可以把V6这个角位的波形交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上传 上传 上传 上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Arduino的这个ID 它就会做编译跟上传的动作 它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要等待一下 好它已经上传完毕了 所以我们顺便把这个波形找出 这一个屏幕 我们操作的这一个画面 把它做一下呈现 然后我们一样 把刚才这个工具 这一个序列回夹夹 点选出来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串列视窗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手没有过去的时候啊 它是一直线 那这一直线它还是有肚子 它是有一个肚子 然后把它放过去 放开 所以这个时候肚子是1 当我手靠过去的时候肚子是0 放开1 所以当没有障碍物的时候啊 就是它没有反射物的时候 它就只是1 当我手靠近的时候 它就会看到波形 那你手的移动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个数位波形 这是我们常说的数位波形 它不是嗨跟肉 它不会有中间的变化值 好 好 同学可以试着去操作看看 这一个部分 好 同学可以动手操作看看 就像这个步优独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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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数位系统和电压系统 那刚才同学在操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你看到的讯息是0和1的变化 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变化 比方因为试破器其实要想它曾经是电压的变化 那为什么呢 因为NodeMCU跟电脑是一样的 它是用二进位来存存和预算资料 所以在NodeMCU里面跑的资料都是二进位的变化 所以它只会呈现0和1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思考 在数位系统里面 有这NodeMCU里面跑的HIGH跟LOW 就0 1跟0 其实它跟电压系统里面的3.35跟0 是一样的 如果你从电压的角度来看 大概它HIGH就是3.35 LOW就是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能够看出真实的波形 应该是要是这样子 它一样是上下变化 但是它电压所呈现的数值是3.35 哪一位是HIGH 那是0伏了才是LOW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透过另外一个韩式 这个韩式叫MAP 我们用MAP 来做韩式的变化 那这个MAP这个韩式是在干嘛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我们用这里举的例子 就是从 它会把一个数值 从0到1 就是LOW到HIGH 这数值 把它映射到另外一个新的区间 就是0跟1 会变成0到3的材货 那我们实际上来操作一下给同学看一下 好 我们开启Adueproduct USB整 那我们来点选那个MAP 那MAP 那MAP是属于数学运算 所以我们在这边点选 然后把它叫出来 然后叫出来的时候 我们把这一个 放数值 就是我们所读到的 就是放在这边 把它放在Channel1 然后那数值是0到1 所以我们会点 0到1 然后这边选3.3 3.3 然后按Enter 然后再按上传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原本0跟1的变化 变化成0到3点的映射变化 好 那完成之后呢我们就点选序列绘图加 然后你就可以 假设我们的手靠过去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数值的变化 好 那你会看到它就会比刚才的0跟1 好 来大一点 好 它已经到3.3幅左右 那事实上这里没有真的3.3 那我们 把这一个问题就在后面来做解决 那先同学可以先练习一下 这一个映射函数的使用 有MAP这个函数的使用操作 好 那同学可以试着操作看看这个部分 2 2 3 1 1 3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类比输入的部分 就A0和AD A0跟AD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那红外线循迹感设计的类比输入 类比讯号进入到Node NCU内部去使用 第一步就是N数位化 Node NCU里面就必须要把这些类比讯号 转换成数位讯号 那这个转换的方式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跟我们之前在做的 比较器是一样的 只是比较器的范围比较大 它原本0跟1的比较 变换成0对1024的比较 所以我们的输入电压如果是 30到3.30的话 它会把它变换成更大的范围 然后把它变换成0到1024 这个动作就叫做 Anality to Digital Color 就是ADC的这种电话方式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象 如果是1.65辅特的话 你会定义到数位数据 类比数数位是多少 如果它是1.65的话 它对应到的数位的数路啊 它應該是512這樣的數字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類比輸入的接線方式 那上一次有跟同學講過 就是請同學把這個AO 紅外線感受器AO接到AD這個地方 那不要接在A0這個地方 A0直接是接到NodeMCU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不要這樣接呢 那原因是為什麼不要接A0呢 原因是因為NodeMCU本身的ADC的轉彎方圍就0到1V 但是呢我們這一個Node 我們這一個紅外線感測器 紅外線感測器的電源電壓是3.3V 所以它所能夠讀到的訊號的範圍 也會是3.3V到0V之間 所以呢 因為它原來只有0到1V太小了 所以我們會透過一個像這樣的分壓電路 把原來我們讀去哪的訊息 把它做一個放大 把它放大一點 才能夠把3.3V通通都讀出來 不會只截掉到1V的地方而已 所以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分壓電路 所以我才會說我們為什麼要透過這一個 不要接到A0 我們要透過AD這個角位 來去讀取它 原因在這個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讀紅外線感測器的類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怎麼做呢 好 那我們開始要把類比的接角寫出來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類比銀角 當你的滑鼠移過去在建築這邊稍微點一下的時候 那就會出現讀取接角類比值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類比值得出來 然後就是A0 那NodeNCU裡面 能讀類比訊號的這時候 一隻角 然後我們用Cereal Printer 這一個拿起來用 這一個 然後把這個角放進去 那它放進去的時候 接角 然後做一個轉接 所以我們用這個轉接頭給它 然後剛才在上一個作業的時候 我就發現Majin直接會接我們的訊息 然後其實看起來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可以加上一個等號給它 我們可以給它等號 然後我們再做上傳的動作 上傳的動作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一個Cereal Morning的點開了 它有出現一個符號 序列匯圖加這個開啟的時候不用它 因為它們都是一樣序列符號這邊 所以我們把這個先關掉 我們先把它關掉 然後再一樣Cereal Morning的 我們這個順利 這邊錯誤的教學順便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當序列匯圖加開啟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序列進去看這個訊息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了 所以當我的手沒有靠過去的時候 應該得到1024 那我的手靠過去 它數值就會變強 數值就會變強 好 那同學可以試著做做看這個部分 試著操作看看 是誰 K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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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操作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他们三手所到的这一个 CNM你能看到的数值 它的数值变化其实就从100头到1024 其实它对应的,它不会到很低啦 它没有到很低 那为什么呢?因为到很低 就是它反射到 我们可以回到电路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得到类比读值的这个电路 如果我们在有反射期 除非它不会领的原因是因为 这边还会有一点点的压降 它不会完全就是短路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电子部件啊 它不可能会短路 可是呢,万一它到1024的时候 状态是什么? 几乎没有反射物 就是你手移开的时候 它得到1024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光线几乎没有过来 然后这个光敏电晶体 都没有你接到任何光线 它会几乎什么? 好像水冬土把它全关了 它这一个电阻值就变成无穷大 那电阻无穷大的话 这个电阻值就变成无穷大 所以电阻值就会非常大 所以1024就代表VCC所有的压降 都压降在VO这一个地方 所以看完刚才电路分析啊 我父亲刚才电路分析就知道 这个读值太有人暴力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压降产生 但是它会接近一点 所以它的数值变化是这样子 那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刚才在操作的时候 发生它跑得不快 所以同学也可以说 诶,那我们会不会让它满影 可以下一个delay 然后跑起来就不会那么快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 对应于3.35到0幅的变化 我们用1024这样的方式 去比较出来的一个数值 那在3.35的时候 我们对应出1024的这一个 类比估值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换算成真实的电压估值 当然也可以 就跟刚才的数位的处理方式一样 那我们可以用MAP的方式去取它 那我们来操作一次给同学看 好,那我们接下来操作一下 我们一样用MAP的函数来做对应 好,那我们把这个部分拿过来 那我们要从原来的1024 然后我们要对应到3.35 然后把这个放进来 然后我们来做上传的动作 那上传完的时候啊 那上传完的时候啊 就可以对应出一个真实的电压值 不过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呈现出MAP的函数啊 这个MAP的函数啊 它其实有一个缺点 那缺点是什么呢?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现在上传完毕了呢 那我们就把3.35MODEM拿出来看 你看哦 看了MATRIGE的变化 它就变成了3 2 1 2 3 因为它变化很坏 那只能变化出1 2 3的变化 它没有小数点 MAP函数没有小数点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要呈现小数点 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那我们刚才发现啊 用MAP的函数的话 它只能处理整数 我们没办法取得更精准的电压值 所以我们可以动手来 试着一些一个转换函数 好,那因为我们要做一些 那个运算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 变数宣告的概念 那变数其实就可以当作它是一个位置数 那这个位置数 会存在NODEM系统里面 去做运算 所以我们必须要告诉 NODEM系统这个板子说 诶,我现在存的这个变数啊 是哪一种类型 因为不同的类型 它的性质不同之外 也会 它储存的空间大小不同 那我们在这里呈现的是 4种比较常见的那种 变数宣告的方式 但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用到的 先用用到的部分来讲 那如果 之后有用到我们的 去跟同学做补充 第一个就是整数 然后第二个是长整数 那这两个差别在于 那个 onsign的这一个 长整数啊 它是没有 这个正负数 它是一个长整数 它是可以储存的资料比较大 然后接下来 decimal 它是一个小数变数 所以它要带 那个小数的 那像 第一个整数 或是长整数 这种变数类型 它是没有带小数 所以它没有啊 那个 运算 那个小数点 部分 所以我们上次用的那个 MAP 它会有这个 运算上的问题是 它们在 它的 资料类型 不一样的时候啊 它能运算的范围 也会受限 然后最后一个是 变数型宣告 就是之前有结果的 物理变数 它这只有亮整状态 就false 跟那个true 就是0跟1的变化 这是资料型态的部分 就好 那 在做整数变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宣告一个 变数名称 那变数名称 当然你可以 就比较率劲的去选 但是如果 我考虑到未来的层次 会变得很大的时候啊 就建议你在 做变数 选告的时候 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不要乱选 因为曲多 你也忘记它叫什么名称 所以我们建议各位 是用小头公式的命名方法 第一个单字都是小数字 还是 那如果在第二个字母的时候 就可以用首 第一个字母 就是大型 比如说 first name N 就可以拿做大型 然后 可以区隔开 如果你需要用 两个字来做变数的话 可以用这种方式 好 连在一起 没有做空格的变形圈 到保持 就是这样做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写这个转到函式呢 那 value 就是我们测到的这一个 类比 柄角的图值 就在这边 我们真实误到的类比 柄角的图值 是从A0误到的 我们把它命名 给它是一个变数 叫做value a 那这value a呢 它对应 1024的类比的数值里面 它会等于3.3分之真实的电压 因为它是一个比例的函数 所以我们的真实电压 就会等于value a 去乘以3.3 再除以1024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这样的书写 那我们操作一次 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好 第一个我们做变数选稿 我们的set 按t证 然后我们再打一个名称 用回照 我让你先炒一下 它是一个很细导的 这非常静的 我先去吃 一家的材料 我来乍的 然後這個值呢就是我們讀路來的這個切腳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覺得類比0腳 然後我們是A0這個腳位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把它通訊出來 就是要CurePrinter這邊呢 就是我們傳遞出來的這個訊息 那我們這裡Message後面加一個等號 這樣比較好識別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做一個簡單的運算 可以在這邊運算式把它叫出來 首先我們要把Value去做乘以3.3 複製Value 那這裡要注意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變數與常數這邊你可以看喔 我再把這個拉出來 你可以看到變數名稱跟數值 這是常數 這個數值的顏色就比較淡 那變數名稱這個顏色比較深一點 所以要搞清楚 因為同學常常會弄錯 如果是變數的話本身是比較深的 那數值就會比較淺一點 所以要注意到這邊 再把它放回去 所以我們把Value除乘以3.3 然後再來 我們要再把它除以1024 所以我們從數學運算這邊 來一個除的 那有時候你拉錯也沒關係 這倒三角按一下 這樣你可以再挑一下 然後把這個放進來 接下來 我們一樣可以從變數這邊去抓一個 常數出來用 那我們可以直接這邊 用複製 也可以 那我們再把數值 打1064 Enter 然後運算完的結果 我們把它來這邊 然後這邊 記得要加轉接的部分 不小心拉錯 拉的時候要小心 就把它合上去 那為了避免它跳動的數太高 所以我們中間再加一個Delay 讓它速度慢一點 然後我們做上床 好 上床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四月模擬層 那我們可以去操作 用手指頭當障礙物 去試著在我們的紅外線桿測器上方去移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就會讀到一個 帶有小數點的 那個訊息讀入 它就可以轉換成一個真實的電壓值 那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 試著寫出一個簡單的轉換函式了 好 那同學可以試著操作看看 好 那我們請同學動手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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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之後我們要往下彈 用波形來看 我們可以讀到數值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波形 那我們先做一個 之前犯的同樣的錯誤 就是用MAP來做 真實電壓的那種轉換方式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同學就不用寫錯了 因為我們已經做過部分 現在可以看一下它的結果 就是 你就會看到它只能呈現整數 因為MAP本身它只能處理整數的數值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請同學 下一步要動什麼 一樣方 因為數位的 類比的讀詞 我們已經知道成做 類比的讀詞 剛才我們已經試做 那現在請同學 把那種D6這個角位 來把它做轉換 那D6的角位其實不難 因為D6的這一隻角位 它是一個數位影角 數位影角它只有兩種變化 是0跟1 所以我們只要拿它去乘以3.3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知道它乘出來 如果是0 就是0 那如果1的話 乘以3.3的話 沒有問題 所以它執行完的結果 其實我們可以試試看 同學可以動手看看 好 那同學動完 我們試完這個程式碼之後 我們就可以往下看 看到波形就會像這樣 它就比較正常 那就是一個連續變化的波形 而且它不會像剛才的劇組 讓我們比較明顯 那這個就是我們進行 這一連串的課程的頻道 所以說它就會看到 是一個叫做電壓四波器 我們就可以從紅色 這個是一個類比的圖子 它是一個連續變化器的數值 那藍色的呢 就是一個數位的圖子 所以它就有0跟1的變化值 好 那我們練習完這個部分之後 就可以看到一個真實的四波器 那其實它不只是 讓各位進行這個課程 不只是要看電壓的波形 那只是說以後 如果類似的 要觀測任何一個數值的方式 可以透過這樣的 變數的讀入 然後把它呈現成波形的變化 更有利於 同學去觀察 那一個變數電化的許線變化方式 這是一個蠻有用的工具 好 那我們進行完之後 我們要稍微複習一下 數位跟類比的這些角色 所作出的訊息 它是所表示的是一個 數位系統的值 而不是真實的電壓值 那你要經過MAP的函數 或者是轉按函式換轉之後 數字才是真實的電壓值 那這個才是我們用三樣電腦 量學到的真實的電壓值 好 那接下來呢 最後要複習的 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接下來都要大量使用 紅外線感測器 所以同學可能對這個部分 要更清楚一點 就是紅外線感測器 在黑的地方的時候 它的Digital所得到的訊息 就是數位的訊息 它是1 它白色的時候 0 那如果是類比的話 黑色的話 就是1024 如果是白色的話 可能是一盤上效 或者是更多 那如果中間值的話 就是白跟黑中間的話 就看它的Header有多少 它會慢慢進行變化 那這些變化完全是因為 光紅外線 就反射的訊息所造成的結果 那另外在使用黃外線感測器的時候 背景光明其實也會影響到它的讀者 所以接下來在使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有其他細節 會跟同學進行說明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進行 是類比輸入控制數位輸出 然後在進行這類課程的時候 我們就先複習一下變數 那什麼叫變數呢 就有一個位置 然後它可能會拿來儲存一些 已知的 未知的 資訊 那這個資訊可能是數字 也可能是文字 那有不同的變數類型 所以可能就有一個空間 就是要來記憶這個資訊 然後它有可能會有不同的變數類型 那我們現在先練習的是比較簡單 叫整數變數 所以這一個變數就是整數的部分而已 那第二個就是在宣告一些變數的時候 我們會給它一個變數名稱 那這個變數名稱的取法 建議各位同學 都要注意一下 不能用太簡單了 為什麼 因為一旦程式變長的時候啊 變多了 那你可能變數很多你就忘記 剛剛就取那個數字有什麼意義 所以如果你要用一單字來當變數的話 也OK 那如果當你的變數量越來越多的時候 建議你可以用類似這一種 叫小頭風式的命名版 它可能是兩個單字拼湊在一起的 然後第一個單字是以小寫字母開始 那第二個單字呢 就可以說 第一個字母是大型 然後你做區別 這叫小頭風式的命名方法 那建議你的同學可以去思考一下 或是看你比較喜歡哪一種變數選到的命名方式 好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下一個 那我們就是要用一個類比圖詞來控制LEDN的裡面 所以我們才需要把這個類比圖詞選到成一個變數 然後拿這個變數來做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開始做這一個流程圖的請示 那我們的題目就是說 我們要用紅外線感測器當做一個開關 那這個開關呢 我們用紅外線感測器來做 那當我們的手指頭接近紅外線感測器的時候 我們的LED燈就會亮起 當我的手指頭離開的時候 LED燈就會 就是會關掉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這一等 所以我們用一個紅外線感測器的類比輸入 當做一個毒質 來判斷我們的手指頭跟它的關係 是遠是近 那我們回憶一下上一次的課程裡面 我們看到 當手指頭靠近的時候 它有反射物 所以它的毒質會往 比較少就是會往100 那個方向移動去 當我的手指頭離開的時候 前方無障礙物 那毒的毒質就會很大 它會接近1024這樣的毒質 所以我們把毒質的這一個條件 我們要設定成700 所以當毒質大於700 就紅外線感測器的類比毒質大於700 的時候 適合前方無障礙物 手指頭已經離開了 那所以當手指頭離開的時候 就是True 那是True的時候 我們讓LED燈是Ox 那LED燈是L Ox的時候 我們是類比輸出的時候 我們的數位輸出 我們的數位輸出 跟正我們的數位輸出的這個部分 那是低態動作 所以它的輸出High 那反 反過來說 當我的手指頭接近 紅外線感測器的時候 我的毒質會怎樣 它就會小於7吧 所以它不成立就是False 這個時候LED燈就要讓它up 那是低態動作 所以我們要輸出成L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旁邊的詳細 第一行我們做一個變數宣告的動作 Value IR Value IR就是從 這一個黃外線感測器A0 出來的數字 然後下面這一行 Serial Printer 為什麼要寫這一行 因為我們要確定 毒質有沒有毒進去電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養成型 那當有變數輸入的時候 我們用Serial Printer 去確認這個毒質 有沒有真的把這一個 Value IR這個毒質 毒進來 然後它毒進來之後 我們都經過這個Value IR 去做判斷 大於7吧 就是True 就是執行這一個區塊 我們把D4這根槍會 把它設定為High High的時候 的分就是狀態 那否則執行就是False 這一個時候要執行 好 那同學可以動手試做看看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超音波测距感测器的原理去使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超音波测距感测器它的工作原理 它是用超音波会在超音波感测器上面 会有其中一个元件会发出超音波 然后当超音波打到墙壁或者是障碍物的时候 它返回来 会有接收器接收到 所以它就可以在触发跟接收的时候 算出它的时间差 那经过时间差之后 我们用那个声音的传递速度来做计算 假设温度在20度的时候 升波的速度大约是343每秒公斤 那我就可以乘上一个速度差 因为它是一来一回 所以要把时间处于2 然后把343的声音的速度乘以速度 乘以时间的话 我们就会换算出距离 那超音波感测器 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计算它的距离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往前同学来 做接线的动作 那一样的要注意一下 它的正极跟负极 那我们把其中的那个trigger TR IG的这一个 接到D7的角位 阿狗爐就我们接在D8这个角位 待会在接线的时候一样 在接线的过程的时间的时候 不要有通电的状态 一定要把电源移除 不可以有通电的状态 然后当线接好的时候 再请其他同学 至少找2到3个的同学 帮你做最后的确认 千万不要自己接完线就上线 这其实还蛮危险的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超音波感受器的期末 全力从Generi Hardware Generi Hardware 把这个超音波感受器找出来 那这个接角呢 Trigger Trigger就在D7 我们刚才接线是放在D7 Apple呢我们放在D8 我们只要先把它选好 然后第一步呢 那我们先把它设定成一个整数变数 那所以我们从变数把这个叫出来 那我们可以取它一个名字 那我们就把它列一下 好 把它取一个名字叫Value Value Value Distance 好 那我们把这个数值 然后再现在把它列印出来 然后Zero Printer 然后把Value Distance 把它叫出来 然后转接放上去 然后做上传 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我们超音波感受器 地球的话 如实是否会正常 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下座 好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 这是我们呢 放在 刚才接完线 然后我们把Zero Printer 把它叫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的手指头移动过去的时候 那就得到一个图纸 当你越往下的时候 它图纸会越低 然后手把它翻开 然后如果上面都没有东西 然后再补到的超音波感测器跟电话板去 这个超音波已经可以正常工作 好 那 那同学可以试着动手做做看 对 好 这 是 那动手完确定之后 你的超音波可以震燃工作之后 我们就可以往下一步 那我们就 我們確定我們的超音波測去 你就可以覺得他有無知 代表我們的超音波工作正常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往下來寫 我們當然的剛出的題目是說 當我手接近5公分 就小於5公分的時候燈是亮的 那如果離開超過5公分 燈就是滅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流程圖 我們從超音波的毒子來做排行 大於5公分就是遠離 所以當如果他成立的時候 我們要很有意義的時候 就是關閉的時候 那可以看一下這邊 我們這邊的寫法 那第一次是嗨 那因為我們的有一滴燈是低嗨動作 所以他寫嗨就是正確的 那從另外這邊 當然他是false就是不成立 就是他已經是大於5公分了 他是小於5公分 我們的false是小於5公分 更正法 當他因為他原來這一個 反正是大於5公分 是false代表他已經小於5公分 所以LED燈讓他審判 他是可以點燈的時候 就是低態動作 所以他設定不動 所以這一個程式是正確的 那我們來試著把這個程式 把它完成 所以接下來我們先把它關閉 然後回到我們的這一個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去用剛才這一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 if else 然後我們用這一個 value distance來做判斷 然後我們用test 那我們的這邊是用 他是大於5公分嘛 所以我們少了一個常數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 然後記得提醒同學一下 變數跟常數的數是不一樣的 然後輸入5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做的是 設置數位角 那我們把第4這個角位是high 所以他讓他遠大遠的時候 他的觸就是執行這一塊 那板絲如果是不成立的話 就是想遠就是來靠近接點 然後我們給他low 他可以做一個點燈的動作 那我們來上反操作一次 你看結果如何 好 那我們上傳完畢之後呢 一樣的 可以把我們的螢幕 就是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15號銀器 看他的動作 那一樣我們把我們的 serium mode叫出來 然後才會鎖想 好 他現在是25 所以當我的手靠近他往下的話 然後低於5 低於5的時候 燈就是開啟 所以當我手超過5的話 現在比如說現在是6 6燈就關閉 他比紅外線感測器好一點 就是他可以比較量化的數據在進行操作 好 然後我們同學可以練好 好 那我們同學可以試的操作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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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 用超音波感染线 我们来模拟一下我们家里的车子 所有的倒车雷达 那我们这里是没有风铭器 还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灯的闪烁 去表达跟 倒车雷达后方的障碍路的距离 当越靠近的时候 灯闪烁的越急促 就好像是我们的倒车雷达 的反义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用 LED的闪光的动作去模拟 声音的这些的频率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倒车雷达的转体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开关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开关这部分 往下延伸 我们用距离来决定LED的闪烁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流程图 那前半部分 就是超音波的设计 我们刚才没做过 那我们把那一个距离 换算成Delay的时间 因为闪烁之间会有一个Delay 那当距离越远的时候 然后啊 我们的Delay时间就越长 就跟我们家里的车子的那个 倒车雷达的声音是一样的 那越靠近的时候 它越清楚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层次 把它做上传的动作 那这个层次比较 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这边做了一个Map的动作 就是我们Delay的时间 是Map的距离 我们把距离 从0到30 换算成Delay的时间是50到2000 就是两秒钟 就50毫秒到2000毫秒 就是当距离是0的时候 我们的闪烁速度是50毫秒 那如果是距离是30公分的话 我们的闪烁的Delay时间是2000毫秒 就是两秒钟的意思 那我们把它 上传 那上传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动作 好,就这边 那我们手把它靠过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Delay的这一个 时间怎么样 这是24公分 然后我们手靠近 好 然后再靠近 6 4 3 7 6 你会发现啊 我当我手指很靠近的时候 它为什么不太正常 那我把它离很远 假设我们把它离远一点 它会比较正常一点 那为什么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动作 这跟超音波感测器的 词形是有相关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的历史有发生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 是超音波测距感测器 在我们这个积木里面 它的距离是有限制 它只能 就是它只能在两 充分跟300充分之间做测距 当它低于2或大于300的时候 它就回传False 它就会错误 所以它的数字就可能会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Delay 是一个很讨厌的诅 为什么 因为Delay就是等 downtime 所以如果我等待2秒钟 这个距离很远 我OK 等两个 dart 在这个时间 then 没有做任何事情 它什么都不会动 所以距离远的时候 不只是它不闪烁 它还怎样 整个电脑都停下 它也不做测距的东西 它delay的时间里面 也是不做任何动作 所以delay这个指令 各位同學要注意一下 以後在寫自走車的程式的時候 能夠不下黏列就不要下黏列 所以我們在這一個後來的這個程式 在做修正的時候 做了兩件事 它演算法還是差不多 那只是我們做了兩個修正 第一個就是我們距離不要那麼遠 它delay的時間不要那麼長 我們就把它改成3到15之間 然後第二個我們延遲的時間 就是5板 5板 逃妙 不要讓它延遲太長 第二個就是 那第二個我們修改的是我們把距離變動 那我們就是在Value Distance的這邊 它只能大於2分小16的放著進行 意思是說它只能在3分15的這樣的距離去作動 因為太長其實你delay太長 超年波都沒有動作的話其實沒有 所以它避免它的錯誤 好 好 那我們試著把它上傳看看 那讓我們來執行一下它的結果 看它的結果如何 好 它執行完畢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操作過程 那一樣我們把毒蛇拿出來來做過5盾 那我讓我的手氣靠近它 它只能作動在3到15之間 有沒有 你靠近的時候它閃爍能正常 那你遠離的時候 這所有的毒蛇都是在正常的狀態 到15它到10幾的時候它還是正常 那你太長的話 超過的時候它就沒有在做動 它只做亮燈的動作而已 那個亮燈的動作應該是在delay的最後一個動作延遲處而已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個地方